中华民国参谋总长赖明汤上将在11号下午飞抵韩国做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 韩国参谋总长亲自到飞机场迎接 我国驻韩大使朱和松也到飞机场 现在赖总长跟韩国参谋总长卢仔玄上将共同步上阅兵台 接受韩国三军一队的欢迎 赖总长接受韩国的军礼欢迎 赖总长现在步上四星上将的礼车 在中华民国国旗的飘扬情况之下 接受韩国的三军一队军礼的欢迎 赖总长在韩国四天的访问期间 将接受建国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 同时拜会韩国的国防部 也要拜会韩国总理金钟蜜 现在在接受献花 韩国的女礼宾建上鲜花 同时韩国参谋总长引导我国的参谋总长跟韩国的军事首长变面 另外在跟我国驻韩国大使以及公使跟大使馆的官员一一都握手 感谢观看 现在 准备 房斯库 票 点